今天發生的案件 今天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辦公室 還有中央黨部也都被搜索 當然我非常坦蕩 我知道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今天是有什麼證據要做這個動作 主持會覺得政治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不會覺得什麼不要預設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臺灣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 但是這樣 今天他們既然他們做了 他們就要說明說 他們今天是有什麼樣的證據 有合理的理由 要來搜索臺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還有我個人的住家跟辦公室 他們要說明 好就這樣結束